非常棒 谢谢 那今天我们时间是有一点紧张 可是我们重量级呢 还有一个重量级讲言 我们这个恒宝石总裁 单老师呢 是要线上手把手的 来教我们怎么来看我们 尤其是北美的新的那个后台 怎么去操作 因为我们设计上这个拼接拿奖金的话 我们要知道后台怎么操作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申老师 申老师你在吗 我在 谢谢 那有请 谢谢 谢谢团队 傅老师你把我的共享打开好吗 您的那个共享我已经给了权利了 您可以用了 OK好谢谢 不行 没有 我看一下 你刚才出曾经退出过是吧 那我就 对方说一个掉线对 那我来给您这样就连上就好了 您可以用了 好的谢谢大家 今天的这个双传和各位伙伴的分享都非常给力 一句话 思想或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那么我们要落实到我们公司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奖励计划 我们怎么样来落实 好我共享一下平面 大家能看到吗 可以 可以看得到 好的那么看到这个平面的话 我们公司给我们的后台是一个价值连城的这么一个自己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连锁的公司 这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登陆进去之后都可以进行所有的商务活动 那么今天我们围绕着五月六月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后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变化 以及这两个活动对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直接的作用 那么我会用一个伙伴的北美的和我们大陆的 两个伙伴的这个后台来做一个简单的变化 大家抛转语 这是一位中国伙伴 我们中国的版面还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没有发生变化 好 那么大家可以熟悉的话继续使用它 估计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跟我们北美一样 界面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friendly 更加的好用 那么这是这位伙伴的一个进来的之后的一个状况 点到我们左上角的J-Office 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能找到市场运营的状态 这个市场运营状态呢 你可以随时的把它刷新更新 好 点到旧网站首页 你可以看到你的状态 目前的左右边的几分 以及你推荐人数 以及你的所有的这个资讯 比方说你的重购日等等的 那么这位伙伴的话 也是在这一次的活动 就是三天前的话 在他的推荐人的沟通之下的话 一下用Room的方式 让他的话重新激活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参加我们这次Diamond Vision 那么我们点开这三横 就会进到我们的事业 我的事业里边的第二项 叫经销商组织报表 那么第二项经销商组织报表的 Diamond Vision 2020 Global 它的时间呢 是从5月1号的12点01分 到6月30号的11点59分 这都是以我们美东的时间为准 那么我们中国的话 就延长半个小时 半天12个小时 由截止到6月7月1号的 6月30号的11点59分的话 就是我们7月1号的中午11点59分 好 我们把它点开 所有今天之前的这三天时间 所有的这些培训当中的 所有内容都在我们这个后台里边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表 他就已经给出了从合格经销商 250PGV 获得75美金的这个额外奖励 那么每一条线所能贡献的 35%原则就是87分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这位伙伴 要想冲到executive的话 成为一个合格经销商 他推荐两个人合格 同时再推荐一个人 那么就可以拿到这个奖金 所以是非常的容易 公司给我们的 也就是方才主持人和我们双传 在座的分享嘉宾 所讲到的 在给我们撒钱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JED 我们叫翡翠级别 它的级别达到了PGV是750 每一条线贡献的是262的话 你可以额外的达到一个200的 额外的奖金 再下边一个就是珍珠 珍珠级别的话达到2500 每条线875 可以给你一个800美金的额外奖励 蓝宝 那么就是4500PGV 每条线是1575 你可以获得1500美金的额外奖励 当然还有蓝宝25 蓝宝50 蓝宝精英 红宝 绿宝 和钻石 这一次的话是给的力度是全方位的 所以为什么叫做锤转的新世界 让我们通过你的后台 通过这次活动 能让我们亲身体会到 这个global全球的一个平台 是怎样一个魅力 是怎样一个精彩 那么更重要的是 它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级别 和你的团队的这个业绩 在下面的个人信息和团队的信息里边 一一给我们展示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位伙伴 他是从exemptive 他从exemptive下一个聘接 就要做到借的 所以通过跟他的一个沟通 和跟他推荐人的一个沟通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设定一个目标 第一步 在这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可以上一个翡翠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已经推荐了六个人 那么他只需要再推荐两个人 就可以达到这个级别 也就是说拿到一个75美金 是垂所可得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可以跟他做一个明确的 让他怎么样去工作的一个目标了 那么接下来在第二个星期当中 他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让他能够在两星期之后 上到一个珍珠级别 也就是这个月底 能上到一个珍珠级别 也就是我们还有三周到四周的时间 那么你再推荐另外的四个人 也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推荐六个人 一个星期推荐一到一个半人 那么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这就是给他的沟通了之后的话 分析了之后 那么他也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 可以去做的事情 接下来在五月份的时候 可以上一个蓝宝 蓝宝呢就是12个人 能够成为合格经销商 也就是说我们把眼光看到 帮助下边的伙伴 通过75美金额外奖励 达到一个executive 合格经销商 达到借的翡翠 得到200美金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能够很简单 也比较容易的实现这个蓝宝的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这就是从中国的伙伴 这样来我们可以一一的打开他的后台 最终到他如果已经是有一定网络的 下面这些人的话 一一的去做一个对应的目标的设定 好 我再花两分钟时间的话 看看我们北美的伙伴的情况 我都是选的是最基层的 其他的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那么今天可能Joyce也在线上 我就用你的这个网店的情况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也可以看看你的这个目标的设定 怎么样来实现这两个月 达到我们该晋级拿到的额外的奖励 这是我们北美的新的版面 也就是这个市场运营状态出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明确的告诉你的 你现在的级别是Jed 下一个级别的话是Pure就是珍珠 好 你目前是一个合国状态 也是合约的状态 那么你的左区的话 推荐的经销商 要求要有两个人 但是你现在的话 左区的经销商的话 目前没有 那么你的经销商 这个Executive就合格经销商 没有 那么你的左区的推荐的经销商的话 已经有五个了 那么最少的要求是三个 可是你已经达到了五个了 那么右区的话 最少的要求是三个 那么你的已经达到三个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有八个的 合格的经销商 那么八个经销商的话 也就是你是一个Jed 那么接下来你是要从珍珠 珍珠的话就是要再推荐四个经销商 或者让这四个现有的 合格经销商成为合格经销商 那也就是要有八个合格的经销商 也是一个珍珠的级别 当你明确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下边同样的方式 来分析你下边的网络的情况 一一的落实每一个人的分解的目标 当然下边这个有六十分 你这个月的话已经超过了六十分 是六十二分 那么其中这两分的话 也会算在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 你知道做预重构的 如果超过的六十分的 其他的这些都会算在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PGV当中 这样下来之后你可以点到我们的网站 经销商 我们的事业 以及我们的组织状态 北美的伙伴可以很明确的就可以进到后台 我们大中华区呢 可以通过另外一个链接 也都可以进到后台来 一一来分析 那么在这一张图当中呢 Joyce你所推荐的 红框就是你直推的人 那么你在这两个月当中 你就要把你的精力的话是 在Focus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能够拿到一个 75额外的奖励 成为合格经销商 当然自然而然 你也就会往上面走一个台阶 这就是一一的我们去把它一一的分解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分解一个 比方说这个Aaron Club 那么我发现了Aaron Club 你看他已经累积了 两万六千 两万零六千分左边 右边有两千零三十四分 但是他没有拿到对碰奖金 结果一分析一看的话 他是推荐了两个人在他的一边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目标分解在他的身上 让他的话也能在这两个月当中 上一个聘阶 至少Executive可以拿75 上一个珍珠 拿一个800美金 在这个过程当中 翡翠是自然而然也是可以拿到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一的 把我们每个人的目标的话 能够细分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而且可以准确的时段 我要在一个星期内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才能拿到下一个拼接的 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可以有准确的这个数据 作为一个目标的 给我们的一个很直接的直观的 我要拿这个75美金 拿这个200美金 拿这个800美金 拿这个1500 那么这样的话 准确的时段 我们也可以一一的分解到每一天 尤其是在这在家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 非常好的事件 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通过Zoom的网站 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个全球的 跨境电商的平台的生意 演绎的更加精彩 一切都靠我们 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 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下来后边的时候 在我们具体的再来探讨 好 谢谢 好 多谢洪宝斯总裁的详细分解 我们讲是大目标 大梦想小目标 每一个梦想的后面 需要具体的操作过程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 你自己的后台 然后把具体的你的目标 要落实在你团队下面的每一个人 之后才能反馈到下边上走嘛 所以你只要帮助伙伴 设计好你的所有的计划目标 那么最终你自己自然而然 也就成就了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说 杰斯这个他的模式是一个利他的 所以你只有帮助别人 就可以成就自己 好 今天时间呢就这么些了 所以呢 这个不再 尤其是国内已经很晚了 虽然是五一国庆节 但是呢 也还是该休息了 那么希望今天呢 我们每个在线的伙伴 都收获满满 因为我们今天的 不管是主讲嘉宾 我们的分享嘉宾 还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总结这个线上 讲解嘉宾 都是非常非常棒 讲得非常精彩 希望回家大家要消化 然后呢 念你自己的目标 祝愿大家在这次 钻石愿景的这种 这活动中 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拿到你想要的奖金 好吧 那么今天的线上分享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时间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杨老师